好 今天来看到是检调单位呢 日前接获了检举 有警察单位涉嫌透露 刑案现场资料给特定的殡葬业者 让他们呢可以先抵达现场来抢生意 而事后呢再向业者来收取 一件一万五到两万丈不等的费用 而检调昨天就先搜索这家 位在板桥的殡葬社 上午呢约谈了六位的台北县警局 勤务中心的远警 要掀开长久以来在警戒 不能说的秘密 刻意用纸袋遮住连孔 快步离开地检署 两名遭到约谈的勤务中心远警 态度低调 愿他涉嫌以公务之便 透露给特定殡葬业者刑案地点 好让他们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抢生意 检调怀疑藏医生和警方有所勾结 因此在十二号发动大规模的搜索 行动前往礼仪公司 带走相关资料以及约谈相关的负责人 王爹 遭到搜索的殡葬业者 刚好歇业没人回应 不过根据检方表示 长期搜证后发现 有几位在台北县警察局 勤务中心服务的远警 疑似使用业者提供的特定手机 往往在接获死亡报案的第一时间 就联络业者 让他们最先抵达 依照传统可以接洽殡葬生意 事后再回馈给远警 一万五到两万元不等的现金 其实业者勾结警察的方法 除了提供现金之外 还有手机联络 查业 甚至带远警前往大陆性招待 种种投资都是为了拉拢关系 能在第一时间掌握相关讯息 检方发动搜索约谈 要揭开殡葬业和警戒之间 不能说的秘密 除了两名远警之外 不排除还有更高层 可能也牵涉其中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道